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聚宝阁频道 我是阿伦 今天这支影片是之前提过的 紫色牌组实战对局影片啦 拍摄的对局是三咖啡的海贼王巡回赛 这场对局由紫色凯多对上绿色基德 基德方先攻凯多后攻 绿色这里第一回合很顺的打出桃之柱 轮到我这二费也是准时下盾 绿色三费先用领航员打头5000 这里我考虑到对手可能会有阿菊之类的横置卡 所以直接拿盾来挡伤害 避免之后盾被躺下或被解掉 对手花一咚开桃之柱效果 果然拿出阿菊 然后再来一张桃之柱 再找一张乙仗 手牌支援满满了 到我这边把握打绿色的原则 千万别给一费的抽到爽 不论是波尼还是桃之柱 能解就解 接着顺利打出鬼岛跳飞 有跳到基本上就是最佳开局了 当然如果下回合有七费king任好 绿色这边手牌没有很好的角色可以下 选择了积德贴两东打头 成功后开积德效果 弃掉一张八费积德再打一次头 不要觉得这里丢八费积德很亏 绿子对局里面七费积德的重要性远高于八费积德 加上此时对方手上已经有七费积德了 所以才选择这种打法 而这里我考虑到手牌支援足够的情况 觉得要保一下血量 所以拿出两张2000侧方的角色 挡住第二拳 轮到紫色先花五费用Queen抽二丢一 这里选择丢十费凯多 是因为手上已经有一张了 所以才丢的 不然打绿色凯多是唯二能处理七费积德的手段 必定要留 同时也有机会让对方误判 我短时间内没有十费扫场 再来5000打头 扣两东是为了手上的雷鸣八卦做准备 没想到轮到对手后也直接5000打头 看得出来扣费可能会打大怪 所以先用Queen 6000打就算对手继续开积德效果 再打一拳我也还有4件卡可以自保 然后绿色方准时七费积德 没先扑到大怪的情况下 先被压出七费积德对紫色方是蛮危险的场面 到我这边先做了一个试探性的5000打头 如果对手随意用积德躺下挡的话 我会灌很多东给Queen去硬解积德 对手也知道不能乱躺盾的情况 选择用手牌挡住 然后我继续给压力 这里已经准备扣费用给雷鸣了 所以不留盾而是做血量压制 因为下回合可能要持费凯多少场 在这之前能先抢血就先抢血 对方看我这没有其他可以攻击的角色 才选择用积德挡住 不过也换到一张手牌算是可以接手 然后六东打出晚一回合抽到的福禄兽 这张牌最理想是上回合就要准时打出来 不过这里打还不算太晚 轮到对手先来个试探性的5000打头 肯定能挡折挡 再来就是积德贴东8000打头 扣好几回合的雷鸣八卦终于做事了 最后打出8费积德 可惜这里东不够发动吸伤害的效果 不过这样打是对的 如果选择把7费积德的东留给8费积德 然后两只积德都是躺下的情况 轮到我这时是可以先打7费积德的 因为8费积德的效果 对手必须先攻击积德之名的角色 并没有限制要先打8费这张 所以东才留给7费 让他想躺下阻挡时再躺 轮到我这里心里已经在想要10费扫场 毕竟对手场上两张7加8费 扫掉一定赚 不过这时候还不能透露意图 要先一副我要打头逼你躺的气势 开始偷偷攻击 先来个8000打头 对手吃 这里不先用6000打头 是因为这样打太明显要送场面了 对方可能会防扫场 决定用盾打 第二拳再用6000打 虽然高几率过不了 但总比两拳都没过好 没想到这手还逼到一张手牌 那是赚烂的 再来就是10费拳少 然后5000打头 这里打成功 对手进到两张生命值卡后 就正式到紫色斩杀线了 如果这回合绿色没有补出阻挡者 再来就是12000加凯多拔7冬效果 加12000 拿完两张生命值卡 加最后一拳 这个combo在上一只紫色牌组介绍有说过了 还没看过的 可以点右上角资讯卡回去看哦 绿色这边5000打头 生命值还很安全的情况下 先吃下来多拿一张手牌 然后对手3加3加1加1 下了两张阿菊和两张一废盾 这里双盾算是蛮难处理的场面 除非我抽到7废king 一次砍两张 不然都应该选择打稳 拿回场面 到我这边 12000先打头 逼掉对手一张盾 选择打稳的情况 打出Queen抽牌 把多的鬼岛丢弃 然后5000打头 对手4000加2000挡住 最后两废再下一张盾 结束回合 轮到绿色这边 感觉到场面压力的情况下 要开始抢血了 贴两冬给阿菊后 7000打头 同时效果横至Queen 不过我有下双盾的关系 还是挡住这拳 再用两废Pony加效果 找出二废盾 再贴一张阿菊 7000打头顺利减少生命值卡 然后贴领航员再7000打头 这手就要挡了 不然剩下一张生命值卡 对手下回合 积德效果两拳大的会直接带走我 最后两废下盾 结束回合 还是双盾的情况下 高几率可以扛下我场面上的三拳 不过轮到我这里 右手终于进了一张 我等了一整局的神卡 7废King终于登场啦 进场效果 减二冬 KO对手一张三废以下角色 然后再KO对手一张两废以下角色 刚好处理掉对手双盾了 这里和对手确认一下 只有两张手牌 再来就是磕在DNA里的操作了 贴东给领航员7000打头 就算对手两张手牌加到8000 也还有Queen可以补一拳 打掉一张生命值卡后 减7东 开凯多效果 再喷一张生命值卡 最后10废凯老师 12000打头收尾 对方是三张手牌没流动 最多加6000到11000 确定绝杀拿下对局胜利 这场对局双方打的算是有来有回 中期绿色的7-8废基德连拍 给了对手很大的压力 但好险紫色方10废准时扫场拉回场面 绿色的第二波铺场也有扣好够多的盾 来应对12000的大怪伤害 可惜在夺回场面前 先被压了一张7废King提前结束游戏 我自己认为这个对局的重点 就在场面争夺 特别是7废基德 保不保而住这点上 绿色方一旦可以互助基德 绿色方一旦可以互助基德 就有每回合稳定输出加防御的点 搭配领航员两拳截场 就能在场面上获得优势 相反的 如果扑出太多资源 吃到10废操场后 没有办法马上拍出7或8废基德加小盾 很容易被直接打穿 这也是我认为 指示方前期要尽量减 波尼和桃之柱 不给绿色累积手牌的原因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 想看到守门颜色的对局 或者排阻解析 也可以在留言区和我说 或者加入聚宝格LINE社群 直接和我讨论吧 我们下部影片见 大家拜拜